歡迎大家來到逢星期五晚 一到正式進入節目,我們就沒這麼精神了 由於剛才是節目未開始的 所以現在才正式接受課金 剛才那些不是不算,都入了袋 你課了可以再課一次 未課的就好,現在課了 無論like也好,share也好 留言也好 以及實質的錢也好 都是可以給我們的 今晚有個萬記在這裡 有Ping G DK Sanny 基本上齊人 你當我原流 基本上齊人 不要跟人數 不要跟人數數字 我不敢 一個人等於多少人 兩個人 兩個人就等於一個人 心理學上可能不是這樣想 OK 今天就 剛才我們講開 夏曉星的本 西遊 給你再說吧 我沒想過本書 原來有七成是相片 夏曉星可能製作的時候 你每個星期都會買一本這樣的東西 是 是 不夠出成是相片 那本還要彩色 所以 那本是比較值得的 然後 夏曉星 主要是在相片上做一些 editing 的東西 調整過少許色 加一些 filter 等你去看相片 人物的輪廓 會更清楚 它是西遊的情況下 西遊記的四絲圖會出現 夏曉星之中 以一個叫做黃微老祖的身份 現身 它跟五空四絲圖一樣 都已經去衛裂先班 其實整個第一期 我們在西遊的故事看見 他們是因為二郎神失蹤 然後 他們就要打算在人間界找回二郎神 而同時 他們也知道 有些外星人打算來侵襲地球 所以他們要調查 到底二郎神失蹤事件 和外星人有沒有關係 同時也要嘗試找回二郎神 這是龍豬的故事 就是天津法人不見了 然後 外星人殺人 比達離了地球 所以這樣 都沒有說不行的 本身都是來源於西遊 都可以的 只是天津法不見了 應該沒有人會發覺 餃子會發覺的 然後 本夜的第一期 因為 他這樣的情況 他有時候很有趣 因為夏兆星是畫自己 用黃眉老祖的角色 但有些時候 他去旅行的時候 在美國去旅行 在哪裡拍過照 那張照片就會變成夏兆星真人 因為他是神仙 他說他是神仙 他不是夏帆 他一直在地球居住 但已經居住了幾百年 然後有時候 我就會看到 在四十年前 就來過這裡 然後就會看到 夏兆星的照片 然後 第一期就說 他們 四師路很久沒有來過 人間 然後人間適應 一些生活 和學習如何用槍械 這就是第一期的故事 夏兆星的畫工是 強差人耳的 陳仔畫的 陳仔畫的 OKOK 屈膠夏兆星 那樣搞的 對不起 最後寫的 其實是夏兆星 是作者 故事應該是他的 那畫的應該是陳仔 然後 因為太多照片 然後照片又變成黑白 那有時候 即是彩色就可以了 其實你問我 我是認真覺得 如果他彩色的話 我看裡面一些劇情 是會獎得好一點的 然後 大家都明白 夏兆星是一個 對於外星 神秘的東西 是很熱忠的一個人 然後 他們說到一些 外星人事件的時候 明明是黃薇老祖 和五空解釋這件事 他就會拿些文件 給五空看 然後他就會把 那些他收集回來的文件 完全印在這本書上 但因為他是 五空在看的那份 那你就會看到一本很小 就很小 好像送那本小男人 那樣 然後你就看著 到底有沒有用 他裡面提供的資料 送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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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整本書看上去 很悶 分鏡又做得差 我覺得那本西遊有點服 那本西遊 作為苦著的阿Man 怎麼會 你到底真是慘 不是那二百元慘 你慘阿 你慘阿 你不用繞我 我就 我打人問回那二百元來訪問 你收到二百元 你認為這本書值借二百元嗎 值阿 收錢的那本書值阿 那你就慘阿 如果每個新人想出本書 人家不敢買 不知你裡面是什麼 那 你令到那些新人 想入這個漫畫界 其實是 卻佈了他們 我又不是這樣認為 通常買得這本書 就是夏朝鮮的粉絲才會買的 夏朝鮮的粉絲 當然有 哇哇哇 哇哇哇哇哇哇 這些就得罪人了 他說他還有什麼 有什麼歌出過 他已經不聽了 他有什麼歌 他們不聽的 他都是看他們說了FOLD的那一人 下他們已經轉了 不是的 他上次出天眼營 他有開過演唱會 總之他一定有同粉絲 其實跟方生俠一樣 就是 老實講 他又不需要賣得多 他這本書是成為治癒的 然後就是跟喜歡神秘學的粉絲打交道 他根本就不是用來跟漫畫一介 他只不過是多個再看去宣傳神秘學UFO 既然有這麼多聽眾要求 我代Ateam向夏兆星道歉 對我沒有啊 對不起,代Aman向夏兆星道歉 對不起,Ateam也是 對不起,夏兆星道歉 對於新人有沒有影響 其實沒有影響,因為他本身是沒有位置入行的 不然又說夏兆星肯搞這本書 他連書都不能出 他出書的機會也很小 所以我會覺得 本書老實說 他真的打的市場不是一個漫畫迷的市場 簡單來講,所以他出來的效果不是我們會喜歡看的那種模式 但是我,因為我都看了內容 其實我會覺得如果你說他是可以作為說他神秘學的一些東西的話 我覺得是他們會喜歡的 因為有夠搞笑和穿梭到在他們的界別的內容 但是他很淺 因為他純粹是路過一個地方 1986年這裡有隻UFO掉下來 但是很快就被MIB的人帶走了那兩個外星人的屍體 他真的有寫MIB 他寫到沒有 你說黑超特工隊 特警隊 對,Man and Brad 然後因為他們是駕駛車路過 那裡有一句對白會交代 然後他會有一個註式 下面的註解就會叫你referring哪個位置 那你就可以找到一些相關資料來看 所以他的故事又不是真的有很多神秘學相關的東西 很奇怪,有一點點還與風情 但是你看美國的郵寄 公路電影 每個人都認識美國的地理 哈哈哈哈 我只認識州份 我現在是康星州,我都知道在哪裡 內華達州還有 內華達州怎麼可能不認識啊 賭合大戰拉斯維加斯文是在內華達拍的 If you do remember If you disturb me playing your space pocket If you disturb me playing your space pocket OK 是 但是這個是他一直講神秘學的風格 他是這樣講神秘學的 因為我有看他的Youtube講神秘學 Youtube那些東西 那個通話很悶 Youtube都看了,為什麼要很悶 Youtube都覺得很悶,很睏 因為他沒有聲音 他不跟卓飛講神秘學的風格 但卓飛的聲音可能會比較響 賢飛還是卓飛 卓飛 然後就 總之他覺得很悶 我聽了幾次 我有興趣聽到內容 但聽到聽一下真的會睡著 不如叫他唱出來 不會好一點 那 文傳版的小男文封面畫 內容沒什麼好說的了 為什麼沒什麼好說的 都是封面的 但是最尊重的就是這兩本書的血 以及究竟他們是吐血 吐肉 吐蜜汁 還是吐屎 轉不出的 轉不出的 大家打斷的頭體 打側的頭體 拉大一點 我們這裡就看到幾個版本 分別有這個 手拿著的那本就是 最小的就是文傳這一本 什麼 風面紀念 經典風面紀念畫策 對 的贈品 右手邊那本就是 王先生上星期送 五四三送的那本贈品 而左手邊那個就是 好久遠以前 玉皇朝出的那本 小流文 叫做珍藏本 對 你叫珍藏本 這個應該是沒有修正過的封面 所以你就看到其實 都執了很多 其實這兩檔東西 為了要令到這本書 可以成功地出 那我剛才 或者很多人都在問 喂 為什麼不把它設定做二級 令到它原汁完美一點 我剛才突然間閃過一個可能性 就是因為如果它不修正 它根本就不是二級 直接是不能出 就是它是 它是 其實大家都知道 香港的出版是有三個級別的 就是 全年齡 十八禁 和 不出得 不出得 那如果它不 撥了它 或者撥了它 或者死了它 可能 因為你又刮腸 可能就不止是二級 說不定 我不確定 但是 其實黃沙第二期的處理 已經好了很多 它是用了爆花去遮 它 皮打扣就變成 插了一顆海膽 在腰上 它原本我看回那個封面集 其實都是血 整條腸 不是 都是血 都是爆血 那 文傳那本就撥了 做啡色 它這個純粹用的爆花遮了它 就 感覺好像沒有那麼奇怪 跟黃沙不會玩而已 它現在的封面 是嗎 這個就是黃沙的 打黑暴 我跟你說 老條鱔都可以 那時候沒有嘛 它是復刻的嘛 Anyway 所以 大家都看到 現在有幾個版本 買就買回來 但是 老實 因為我一般不會買的 那如果純粹說 買回來 你覺得哪個比較 靜不靜買回來 應該倒轉來問 嗯 拿了兩本上手的話 這些話集來說 那我就覺得 嘶 嘶 嘶 那個調整好像是弱了 但是 雖然 萬見你是買了肉技版 是 但是 好像說 因為 大這一本 財邊 咳血位 走得很差 走得很差 所以 你有很多封面 都看不完 那它就沒有了那種 味道在 就算 他連送那本小流文 其實封面 咳血位 都咳得很嚴重 因為 如果大家看回普通那本小流文 第一期 他 最低的應該是 克仔傑 拿著啤牌的嘛 他送那本 直接咳到沒有了啤牌 完全咳走 咳了很多東西走 那 我 回應一個問題 就是 因為我見過肉技版 我覺得肉技版的印刷 它內文印得OK 但是封面 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封面很差 那些紙的質素很差 還有我自己看到 那一幢書的時候 我看到那些紙已經是黃 我不知道是什麼事 因為 那些紙是新紙來的 我覺得 無論是色彩還是 印刷或紙質方面 那些紙質方面是比較好 當然它也比較貴 但是 因為 你作為一本封面畫集 你出去和我剪掉封面的邊 其實是沒有意思的 是完全沒有意思 所以回應阿添的問題 我是兩本都覺得不應該買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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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我們今天好像不太想說 小羅文 因為說了連續幾集 雖然他幫我們 搶到很多 Cake Ray 但是 對於我們來講 廣漫從來都不是說這些 或者不只是說這些 sorry 今個星期都想說一下和仔 上星期忘記幫他收尾 對 對了 還未講阿修羅 那 好 大家再講一下阿修羅 阿修羅本書 去哪裏呢 阿修羅本書 其實就夠了 其實不要緊 最後那期 其實就去了狂王打 其他那三個王 因為他就freshback了一個去西游的中後段 阿修羅族和天公大戰的那一段 然後 如來繼續去做說客 說服了阿修羅 另外那張圖 就是 冰之應該都有的 就是我拍了阿如來 因為如來去跟狂王去聊天 說服他 不如你幫天公手 我也可以為天公和阿修羅 訂立一個和議 大家不用再打無謂的仗 狂王的心在想的就是 因為他覺得原來 如來好像他那個朋友 阿修羅 他是有餘 狂王是有餘 好像是時雨 所以他覺得有種親切感 所以就一直會和如來可以聊天 我覺得如果這一格 大家看到左手邊的一格 如果可以拉遠一點點 然後浮一浮 阿修羅的頭出來 那時雨那頭呢 就是作為一個Ending 一個最後的期 又讓狂王見回時雨呢 我會覺得這一格的感動位 會再高一點 然後 其實劇情我們也看過的 就是 狂王一個都堆下了 剛才虎王 斬王和冤王 都堆下了他們三個 然後 裡面有一點點交代 其實冤王應該是自己想死的 他說他有點辛苦 你可不可以代替我繼續活下去 其實我比較喜歡是那個 斬王 不是斬王斬王在之前那個 即是虎王呢 我覺得 因為其實他 這樣說吧 因為那時候 講狂王斬三個網的時候 是有點傻的 因為他 在西游的時候 是西游的時候 因為中間頭那兩個 他簡直是 蒙太奇了 過場交代算 但是這次呢 他給了一點點 例如說 虎王 就說 因為他 當年被殺審館說一句 你不漂亮啊 這樣 所以呢 他堅持不用這個 修羅 金身 那樣的 鋼體 鋼體 然後就死了 然後 斬王順暢 因為他姐姐頂他不順 這樣 挺有趣的 但很有趣啊 因為斬王跟他姐姐是互吊的 之前 但到他死那天 其實他跟他姐姐 都是 互相關心對方的 那一幕是挺有趣的 再配合之前 吵架的劇情 其實 反而最後一期 沒有什麼特別的交代 只是斬王打完天公場之後 狂王 走去找他的祖先 99鬼 其實我覺得 就差一點 因為到最後 都沒有解釋過 究竟99鬼 那舊物體是什麼 因為他 進去 不知道和仔是否最近有看天能 那好像天能那些東西 那個宮殿又 很殘破 變回到很新 那我其實 我到現在都不太理解 究竟 即 即 他的祖先那班人是幻覺 還是真的存在的一班物體 我有少少看不明白 我的理解就是 是阿修羅族 還有有緣的阿修羅族 因為他說要夠強才行 阿修羅族才會感應到的一班祖先 是啊 這樣 OK 那另外 我忘記了是野狼與瑪莉 還是阿修羅 還有家族專欄 那 和仔說 這樣吧 反正廣盲都很糟 不如我多出一些短篇 和中篇 其實我是支持的 因為我經常都覺得和仔寫中段篇 所以我是支持的 那 是的 我的書都買完了 所以 加油和仔大人 那 阿修羅還有什麼補充呢 大家 我其實覺得O4寫得不錯 他補完故事 和中間都蠻吸引 又蠻加勒 比如 他最初說他去參加過 即是年輕人的時候 那個不知什麼大會 他斬那格很有以前武神鳳凰的影子 那中間 幾個王打其實都蠻有灰力 都很和仔 其實都打到無頭無尾 就是好像 每次他的大運戰都是這樣的 這樣 我覺得蠻好OK的 還有我很記得阿淵王 他一拳打爆阿青蛙 台灣那些 那些網友叫青蛙 那個胸口那格 即是道德天尊 是很有感覺的 這樣 我自己覺得這三十二期書是蠻好看的 還有 因為在封面上 我覺得阿傑都試了很多不同的 新的 用式的方法 或者是整個 其實和仔的構圖上 都做了不少嘗試 我最有印象就是 如來那個 萬字背脊的封面 被人說有些像阿炭治郎那個 然後有另一個 就是地下有個萬字 著火那個 剛剛對上幾奇 是啊 我覺得那些封面的構圖其實都蠻有趣 還有阿傑都用了一些特別的 樂式的新的方法 很少在廣漫見到一些 相對柔的樂式方法 所以看阿修羅的封面 已經是一個蠻大的滿足 故事都 我覺得蠻流暢 雖然施力之前說過 他不是太喜歡夜叉的那一段 覺得有點怪怪的 夜叉 但夜叉那一段 台灣那群網友很喜歡 因為說 根本就是一種政治諷刺 夜叉王就是什麼 現在很流行的那些叫做 近菜 九菜 九菜 夜叉就是九菜 夜叉就是九菜 那些公出賣那段是很好笑的 是啊 但是 我都明施力說 是他第一次出場的節奏問題 其實他後面是好一點的 如果是那一刻才出就好一點 但是前面他出了 我想 三四期之後才真的跟狂王打 是啊 中間是有 有一點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那個節奏 那一點 整體我覺得這套書 我的評價幾高 還有也有幸地到了隔離台主持 雜播那邊主持 翼哥 下了坑 他就出指高 訂了一套 阿修羅 應該是有貨的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都可以嘗試去找一套 阿修羅來看 叫他買賣西遊合訂本 他有 他有 他其實是看 因為大陸 應該說上網可以免費看到 是 他看完 然後他覺得好看 所以他就想聽阿修羅 但因為他入場的時候 已經好像二十八還是二十九期了 那我就說 你買一套吧 沒有福利的 然後他就買一套 還有買三合地盤 這樣 對了 阿修羅大概就這裡 如果你說封面 其實我是很喜歡野狼與馬里爾 第一期的封面 那些價格很不講慢 沒錯沒錯 還有這隻顏色 怎麼說呢 因為他在街上兩個人走 他背景很鮮艷 但其實 你見到面那兩個人 其實有一種近乎 是不是黑白了 黑白了 或者吞走了皮上身的顏色 他牛仔褲和學校西褲都是一樣的 我很喜歡這個封面 我覺得是非常好的 是 回應一下幾個網友的 全部的回應都是小流氓 都是小流氓的 那不說了 有聽眾都說 寮妓都會出來殺人 他沒有 他殺那些 他有殺外面的人嗎 有 他沒有 好像不知道有哪一期有 不是 沒有 他有出過 我已經不記得 他純粹是 婆子和 那個回憶都見到他 了解 因為他是 發狂一下 不斷打架有餘的 反而你說 有沒有出過 另外 我忘了那個叫什麼名字 正常那個 正 我忘了叫什麼名字 靖醫 靖醫 反而好像有出過 我不太記得 不太肯定 是 那就是 野狼與馬利爾 大家都肯定有聽過 我們講 第一部 其實第二部 也不完全跟第一部有關係 基本上是沒有關係的 是 他已經不跟 雅詩 那些 有關係 只不過有個故事就是 講張建和 在若干年之後 其實 野狼一 是野狼二 裡面的主角 張建和 畫的一套漫畫 是 是 其實變成一套樹種樹 即是主角都是張建和 張建和 那他的故事是不是真人真事又另計 應該有 不是 我記得 糟了 之前第一集 馬利 整天殺人 那個 之前走了 去報館做的 他另外一個女同事 就是阿慧 應該年紀不對 因為 張建和 是二十幾歲 如果說二十幾年前 那個女同事 都應該是中文 可能是他的女 即是阿玫瑰和阿茅丹 哈哈哈哈 這麼大個女 哈哈哈哈 你給他縮縮我一下 雖然剛才有網友說 即是 阿和仔的 書數差 但是 我就這樣說 這個封面的突破 是在於什麼 就是他比較日常一點 其實你不太留意到他的主角 有很多東西 甚至你要嚴格地說 書名是癡癡癡癡的 是的 但是 因為他可以 描述到兩個主角 走走走走 其實是日常到不能的 動靜 平時一定要擺到 很酷的姿勢 即使你野狼與馬 你第一集 他都要兩個坐在沙發 對 很濁的 但是他這個 真的在故事裡面 可以發生到的一幕 那 好似剛才阿天說的 因為他用了 比較 吞走了 皮膚色 令到他托了那兩個主角出來 所以 其實整體那個構圖 是 很有心思 也都放在 布灘裡面 就會變得 跟其他 作品 會有些不一樣 很濕 我不敢說 因為你知道 說 五眼六色 和七彩的話 肯定 其實 只是火舞都頂死你了 是不是 哈哈 但是 你可以很明顯看到的 就是 他是很有心思 那野狼與馬利爾 我們 我猜在座 我們這裡 雖然 現在桌面不是很多本 但是 應該很多人都會買 更加重要的 我真的很想跟大家說一句 就是這本書真的很好看 是 只能夠用很好看來形容 第一 他真的很清楚地交代到故事給你聽 我可以很 負責任 很負責任地跟大家說 現在如果純粹說六本的博曼 是不是六本 七本 多風雷 多了 七本博曼裡面 講故事的能力最好 一定是鄭劍和 呃 不計張劍和 我覺得 瑞辛也不錯 呃 瑞辛我嫌他有點沉 因為他帶霸氣 哈哈 但是 還有因為他 好造作 好 好 好矯柔 好裝飾 瑞辛的人是搓的 摩仔的人是很真實的 對 尤其他寫這一類的半現實 半奇幻 其實這個故事應該都現實了 I mean 他沒有 譬如不像魚車站那樣 他是一個很清楚可以用角色的表情 對白 他的畫面 分鏡去把一個故事好好地說給你聽 而你是會覺得吸引的 就是 可能很多瑪亞加都可以很 其實我老實說 在香港不是多少瑪亞加都可以做得到 完全 沒有旁白 只是純用自己的分鏡去把故事告訴你 節奏 如何安排 哪些要大格 什麼時候出大格 其實 漫畫 漫畫最有趣的是什麼呢 在看的設計上 就是 他每揭一次葉 的第一格 就是最能夠給你驚喜的那一格 因為你之前完全不知道那一格是什麼 所以為什麼之前有分析過中村光的作品 聖光轉的右上角理論 對 右上角理論 就是你一揭完右上角那一格 一定是會有一些有趣位給你 和仔其實在運用的畫面上 都是相當之精彩和出色 而這本《野狼與瑪利爾》的故事 就像剛才大家有提過 張建和在二十年之後 那麼 遇到 他就去做兩盒餐廳的老闆 如果想去兩盒餐廳的話 其實你在屯門是找到的 沒錯 張建和這樣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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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重點是什麼呢 就是 有一個小朋友 叫什麼 小明啊 小明是病了那個 就是小明 他病了 他有個 叫做深願 勉強叫為怨 他還沒死 但是他做手術 不知道會不會成功 他有一個心願 就是希望可以看到一本書的大結局 就是《野狼與瑪利》這本書 而《野狼與瑪利》這本書 而《野狼與瑪利》是出了九十九期的 現在就是差第一劇 一百期就可以完的了 那為了希望張建和可以 劃最後一期的書 大家都知道一定會有惡搞徒的 火龍已經出現了 所以主角 我忘記叫什麼名字 小強 馬小強 馬小強 馬小強就走了去兩盒 找張建和 抱歉我先打斷你一點點 因為你剛才說過 打斷你的話 打斷你的話 身體的任何部分 我想說的是 其實就這樣聽 他有一個很普通的故事 就是剛才我們說的開場 但是我喜歡和仔 他那種對白很偉道 就是香港人才寫出的例如我舉個例子 那你為什麼不讓我講某故事 你才插嘴呢 我真是屌你 你和新比一瘋無樣 我真是打臭你 我能幹什麼 好像... 我覺得我發自了 我覺得我美的 ready 哥哥 就夠難你再說一次 還要多幾個 我覺得我的美好 我答 attempted 你聽到什麼 重點就是 他要用張建和我寫所有故事 但畢竟 這個野狼與瑪莉的班弟已經殺了20年 所以曾健和拒絕 然後有個小衛的記者,24歲 就說不如這樣吧,我幫你吧 我知道了馬哲強和小明這件事 於是就一起在晚上回去找和仔 和仔就說我一個人醒不到 就算上司機也做不到 小衛就說不要緊,我已經幫你找了 你以前那幫助理隊伍 你去找他的電話,讓他去聯絡 希望可以把阿傑多那班 有還笑,有智慧,有阿傑多和有Mary 就是這樣,就是現在這班人 那故事就是這樣 你再說這個故事 因為我很喜歡,剛才說的故事 不是很驚為天人的招 其實沒有野狼與瑪莉那麼爆 但我很喜歡他的對白是什麼 例如那個例子,小明說 野狼與瑪莉出了99期沒有出了 然後那個年輕人叫什麼名字 小強 小強 小強就說,漫畫家這麼糟糕 怎麼不出最後一期呢 他那種語氣 是一個香港的作家才會寫出來 還有是一種終極的字爭 你都知道,出漫畫家不出最後一期 是糟糕的 因為我是禮拜三那晚,剛好出了信和 所以買到書 因為他轉了法堂 沒有了禮拜三偷跑的早書的習慣 但是那天也剛好回到 我買了來看 所以當天我就不想其他 因為我知道大多數人都還沒買 所以我看完之後 我唯一的感想 我都有在我們群組裡分享的就是 出了這本書就是和仔大人就混蛋了 第一,因為他有小強拿著那本書 就被人改了圖做火龍那個 我請你幻買 第二 野狼月馬你們還拿我們九十七期數 快點走 只要九十六期 對,起碼也要多九十六期 那你幻完九十六期之後 我們就拿著全班來幻買小強 幻買的結局給我 那也要等二十年 那有段時間搞了 和仔混蛋都不行 還有這本書 最初我以為他是二級書 因為和仔通常一種習慣 就是他之前的前作 余四集都是二級的 但我沒想過這本書是一級書 因為野狼是二級 然後余是二級 好像只有脫不者 不是 我都忘了脫不者 應該不是脫不者 一級 然後他最後有個很無聊的難解 但是很香港人 他說 那個年輕人帶著記者 那個記者就是找到阿偉 小偉 然後裡面的張健華發脾 他說 你怎麼教兒子的 進來在那裡 在那裡搗亂 然後他打勾他 什麼教兒子啊 我二十四歲時生到一個這樣的兒子嗎 我現實中 還有他一講完之後 下一屆無緣無緣無故 有個dump plan 飛了過去 然後那個年輕人 看著 會死人的 你這樣打下去 然後很好笑 還有我想說 我現實是 我有個Fan 有個類似的 好笑 有時候在街上 好像拍攝和你吵架 那對面那條傻子 就 我知道你說什麼故事 那條女兒在他旁邊 是中坑來的 那條女兒也是阿嬸 然後下車去吵架 我Fan 我Fan很冷靜地跟她說 你以為你帶你老母出來 我怕你嗎 哈哈 哈哈 他馬上安靜了 他馬上安靜了 他忍不住他笑 哈哈 哈哈 你那個Pan是特丹的 他忍不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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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好笑 但因為這裡 張建和是不小心 不小心得罪那個 那個女兒小慧的 還有呢 就是他被 被鄧Pan 壓一下咪過去的 那一格 我們就沒有圖 但是呢 我想說 這一格 無論是表情和撞擊力 應該是跟之前山海 稱你老母的那一刻差不多 是 我的問題 真的是面容扭曲 我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 好像德哥之前 在黃蜂雷的訪問裡面有講過 希望那些人被人打的時候 是痛的 即使他要保持英俊 都要痛的 張建和這個不英俊 沒有保持英俊 嚴帝是保持英俊 但是 要打到痛的感覺 是要出來的 你才是一本 即是 其實這本不是打到漫畫 但是 你的效果是存在的 所以我覺得 整天都說 和仔一出這些書 就跌三成 那我們作為咬姐幫 當然是希望這個 不是今次又會中的魔咒 你想想 大家的書都跌跌下跌到這樣 如果再跌三成 他真的很糟糕 平輸數都做不到 你再跌 可能 是啊 所以 確實 應該大家 大大力支持 我們這裡 有接近 86個聽眾 希望大家 給我按個讚 只有二十多人 但是 希望 如果你們有買到書 或者真的聽完想買的話 不妨都揮一揮手 那你就支持一下和仔 我想 那能夠在這個年代有勇氣出一本 非 忌擊系的漫畫 應該都是相當值得支持的 還有 你在這本書看見到 其實他也有說 他是拿回現實公司的工作人員 都有 在裡面出過場 那 因為你見到主角很明顯是他自己 其實他的樣子 以我看上的 和仔大人 是有九成似的 例如 下巴有鬍子 等等 但我想問 為什麼他有頭髮 是不是應該橙青 要像和仔大人 我看到有些朋友說 他有點像 現在的 岸男 和仔大人 為什麼 為什麼這樣 因為 不能夠作為什麼的代表 但是 我有些意外地 我另一邊網台那邊 竟然都買多了幾本 大王他們也跳到諾坑買野狼乳馬里 因為他們覺得一真的好出色 其他可能古裝書 他們未必夠敢試 但是和仔再加野狼乳馬里 這個品牌 他們引到一些人去試 我自己對於第一期 還有一個小位 我覺得有點奇怪 就是那個Logo 不知為什麼變成日文字 那個語字 是野狼乳馬里 我記得第一輯是寫中文 當然是他玩的 這個突然變成日文字 有點奇怪 還有有些預告 他下期 你知道他下回 預告他會有個封面的草圖 喂 我真的 就遠看草圖 我也很喜歡 而是一個茶餐廳 整班都吃東西 是很少見的 他的風格 不是啊 九龍城站就偶爾都出了 因為他們的背景就是茶餐廳 有網友就說 很佩服和仔 因為上次野狼乳馬里的成功 竟然夠膽 應該夠膽添食 他不怕失手嗎 我覺得他遇得出 野狼乳馬里短篇 都應該是不怕的了 他也有信心 還有野狼乳馬里的品牌 其實不是真的 Diota是二級書來的 做一個小隻 一級書來的 一級書來的 二級書來的 二級的野狼乳馬里 書中書 我說這本野狼乳馬里 那你小時候都買到龍虎炮 我沒有買過龍虎炮 那你小時候有買過二級書 叮噹 叮噹有時候都二級的 是嗎 叮噹有時候都二級的 叮噹現在重出 重出江湖 叮噹有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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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覺得 其實你說野狼乳馬里 其實野狼乳馬里 我覺得他上一輯 都是叫好不叫做 都說虧 但是因為可以賣了做真人電影版 可能那裡有幫助到 但是呢 都是那句 想簡單得來 又可以改到IP 不要經常說 千年IP 十年IP 八年IP 或者IP很厲害 寫完那些 仆街 這麼瘋 又要特技 又要封衛效果 又要衣服很漂亮 那當然是 那當然是很難買 你的版權 大哥 和仔野狼乳馬里 現實東西 他隨便一套衣服 就可以出街 那就容易做很多 又不用做封衛 又不用做CG 又不用做火麒麟出來 又不用做 張健和炒菜 然後炒響到火 嚴肢呼吸 這樣就容易做 那些 謝平鋒又能拍到 對 你要很多錢 但現在你的投資 相對 就變小了 你的IP才容易 有機會走出去 之前也有人拍過 沒有東西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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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沒看 我也沒機會看 只要你自己包了五場 另外這個是純粹私怨的事 因為和仔和友台慢慢談過一遍 三位主持他們說了 如果這本書跌少過三成 就請他們吃飯 我只不過沒有粉 就說 問一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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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不可以都有粉 想問誰請 和仔請他們吃飯 即是跌少過三成 那和仔沒有書 就這麼多錢 那就可以 我們又求求他 我就在看 我們很想吃飯 哈哈 我們就在看 我們拍一條賭聖愛的片 昨天 哈哈哈哈 哈哈 你分工人跟我說 這本文碼 叫野狼與馬尼 你奪完這份稿 給我司力拍吧 我負責衛免 哈哈哈哈 我負責衛免 好 第一節到這裡為止 稍後回來繼續說 起碼要做一張旋轉椅 先吧 身體幫你轉就可以了 這也要不錯 兩張 考慮 兩張 差點 流程 第二便 一張 兩張 一張